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强烈的直觉 就是两个字 嘴硬 从2007年以后呢 美国的主力舰支 也就是航空母舰就再也没有从台湾海峡经过了 美军能做的无非是再派一两艘驱逐舰来碰瓷 估计来的还是老对手 本夫得号 但是这有什么用呢 航空母舰战斗群是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 任由这么一个武装集团从台湾海峡经过 沿着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这么一场武装行游 就算不发生真的战争 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 那也是看得见的 也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中国方面从来不同意美国航母战斗群从台湾海峡经过 同时美国的航母多年来例行的停靠香港 也已经被取消很久了 每个方面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 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海峡的控制权 放弃了在这个战略方向实施挑衅的企图 那从军事上来讲 美军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和平年代通过这么长的台湾海峡 这么庞大的舰队 这实际上是给蒋亚军送绑子来 整个航母编队的所有的电磁频谱信号特征 全部被蒋亚军获取 那指定是这样 单独派驱逐舰从南向北或者是从北向南穿新台湾海峡 都只是坐在样子 用来显示美国海军并没有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屈服 佩洛西参访台湾之后 解放军联系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并且公开宣布对台湾岛周边海域的广控和军事演习 将持续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海军如果不站出来做点什么 那一定会被世人耻笑 这个我们完全理解 要不人家就说 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海军被解放军几个通告 就赶出了台湾周边海域 在中国看来 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台海的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大陆说了散的 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美国依然是非常恐怖的存在 美国海军用自己的肌肉秀支撑起美元的全球霸权 一旦其他的国家效仿中国的做法 通过军事演习和海区管控来驱赶美国舰队 那美国就会失去世界上很多战略位置的控制 最典型的几个占领位置 包括黑海地中海波罗底海以及波斯湾 在这几个位置 伊朗以及俄罗斯的海空力量 一直在和美国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 如果美国在台湾海峡服软了 那么无论伊朗还是俄罗斯 都会比现在更加的强硬起来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美国的很多盟国之所以备和美国结盟 并不是被美国人的道德所感化 而是因为美国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影响着全世界的海权 谁要是不肯服从美国的海权 就会遭到严厉的报复 而支撑美国海权的核心基础 就是美国海军在全球的战斗力 假如美国海军在中国面前承认自己是一只只老虎 那么这些西方盟友 对于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 就会失去信心 美国以后要是想动员他们再做些什么事情 来达成自己的霸权主义目标 恐怕就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了 比如在今天的乌克兰战争问题上 美国政府是用了浑身的泄塑 才把西方国家团结到一起 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其实这个制裁联盟是非常不稳固的 法国德国心里是很不服气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美国再在台湾问题上输掉了气场 那么在乌克兰的问题上话语权和说服力 也就会遭到严重的削弱 呈现出两线溃败的前景 所以美国政府和美国海军的嘴是不会软的 美国人的如意散盘当然打得很好 但是中国方面会不会让他们如意呢 我们要知道 他们海峡是完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管控之下的水道 中国方面要是想采取强力措施 对于穿行海峡的船只进行身份识别 有健康码的放过 没有健康码的布许过 这也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如果美国七轴舰一定要强行通过 那么海峡里有那么多的大大小小的船只 万一发生了什么碰撞事故 责任全在美方 博克级七轴舰虽然在海军领域散烈上 是一种大型战舰呢 但是和几十万吨的货能相比呢 那不也是一片树叶吗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集完 直播 张红 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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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